近期国家利益主编非著名内燃机爱好者布兰登·魏切特 再度炮红美军的下一代坦克项目 艾布·拉姆斯X 认为他可能会重蹈俄罗斯T14的覆辙 变成一款不实用的坦克 批评的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采用混合动力的M1X 在战场中并不可靠 未来的美军如果驾驶这样一辆坦克上战场 可能会吃大亏 那么布兰登·魏切特说的是真的吗 新一代的M1X相较于老款都有哪些变化呢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美军的下一代坦克 艾布·拉姆斯X 作为通用动力公司 全新设计的下一代主战坦克 艾布·拉姆斯X虽然仍然沿用M1的名称 实际上是一款全新设计的坦克 除了底盘结构外和M1系列已经没什么共同点 全新设计的无人炮塔看起来让该坦克整体显得更加扁平 能够缩小坦克投影面积和重弹概率 以改M1坦克高大威猛的形象 外表反倒是和韩国的K1K2坦克有几分相似 在它的炮塔顶部没有设置出入仓盖 这是为了增强顶部防护 不过车组成员仍然可以进入炮塔进行维护或手动操作 在炮塔顶部是该坦克的第二门炮 XM914 该炮实际上就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M230机炮的录用版本 可发射阿帕奇配备的M789 电子引线双用途高爆炮弹 行为力比M2布莱德雷步兵战车的M242 25毫米机关炮还高 在机炮旁边是一枚标枪导弹 而它的主炮则是一枚XM360 46倍径120毫米坦克炮 它在声管和很多组件上采用了复合材料 比老款M1的M256炮轻952公斤 减重效果非常明显 此外据称根据美国陆军的要求 艾布拉姆斯X型主战坦克的战斗权重 被极大的压缩 原先的M1A2ICP3型主战坦克 高达68吨的战斗权重 被压缩到了53.5吨 在不安装炮塔装甲防弹包的基准配置下 艾布拉姆斯X甚至可以降到49吨 这将确保美军的C5战略运输机 能够一架运输两辆主战坦克 不仅能够提高该型坦克的机动性 更是提高了该型坦克实施战略和战役机动的能力 但相较于以往的艾布拉姆斯 M1X最具创新 也是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动力系统 它放弃了M1系列标志性的燃气轮机 首次采用并联式柴电混合动力系统 这是康明斯和美国陆军联合开发的 先进动力总成演示机 适用于45-60吨级的中型履带车辆 该系统采用了电控组件 取消了原有的综合业力传动设备 进一步提高了传动效率 同时该型传动系统还在两台主动轮上 更安装了一个辅助牵引电机 并配置了相应的蓄电池 在某些特定状态下 如夜间待机或机动引臂接敌时 车厂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 并转为纯蓄电池 电动机供电和牵引 这种牵引模式既可以确保 艾布拉姆斯X在待机和机动过程中 具有更好的静音性能 本外特征也将有所降低 更有利于在战场上隐蔽自身 对于美军而言 混动坦克的优点是大幅降低M1坦克的油耗 燃油效率提高了50% 令艾布拉姆斯X不再背负老M1系列 油老虎的恶名 而那节省下来的燃料空间 则可以为车体重新布局 提供了基础 视频的中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虹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 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说完了混动坦克的优点 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缺点 按照布兰登 魏切特等批评人士的说法 混动坦克带来的两大缺点 是更加脆弱的车体 以及难以在野外维修 的确 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更省油 而且能提供及时的最大扭矩 但这都是有代价的 首先从公布的信息来看 新一代的M1X验证车使用的 还是老旧的M1A1型主战坦克的车体 毕竟美国的立马坦克厂 从1993年之后 就没有再新造过M1系列 主战坦克的车体了 目前所有的M1系列主战坦克 都需要在储备车体中 进行翻修再制造 并且新一代的M1坦克 还采用了成员组三排的布局 从左到右分别为 驾驶员、车掌和炮掌 各自拥有一个水平旋转开壁的舱口盖板 上面一共安装了7具潜望镜 载员舱内部相当拥挤 三名车组并排采用沃兹操作 面前配备了7具大型液晶显示屏 看起来十分先进 但M1系列主战坦克的手上和手下 是出了名的脆 对于大多数现代穿甲弹都无法防住 虽然通用动力宣称增强了手上装甲 但从座舱开口看 车体顶装甲厚度相当薄 也没有配备任何副驾的爆反装甲 这意味着该车的成员舱防护较为脆弱 再加上它还会使用电池组充当副动力 一旦其无法承受受战斗压力 像是艾布拉姆斯X的陆军坦克手 会面临电池爆炸和燃烧的危险 这是敌方无人机和坦克 在战斗中可以利用的弱点 这些坦克克星 主要还是通过视觉发现坦克后再攻击 而非热信号 这样一来 混动坦克带来的热信号削减的优势 就只能在夜间才能发挥出来 同时混动坦克也代表着M1需要加装 大型离电池组 电池组很重且价格昂贵 如果被弹片击中或地雷炸穿坦克底部 电池组可能会爆炸 虽然目前老亨特还不知道 美国陆军将选择多大的电池 但参考汽车电池就能想到 它必须足够大 才能为重型坦克供电 这意味着电池可能重达几吨 除了电池爆炸和燃烧之外 M1X的另一个重要缺点 就是野外维修困难 在战场中 承受巨大压力的发动机 可能会损坏或烧坏 需要更换 这一点美军是通过模块化动力装置来解决 让坦克组成员即使在野外 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更换 但若是将维修目标换成M1X这种混动坦克 则基本不会有这种速度 虽然坦克发动机本身可以调出 但它将配备高压电缆和连接器 需要安全断开电池并放电 才能拆卸发动机 更麻烦的是驱动坦克的电动机 这些电动机位于坦克底部与驱动轮相连 如果电动机损坏 很可能必须将坦克拖走 然后送到维修站 维修站还需要配备能够抬起坦克的设备 以便对其进行维修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缺点 M1X混动坦克 在美国陆军的装备优先级中并不高 它并未出现在美国陆军转型的 六大装备现代化优先级项目清单中 显然美军在中短期内对主战坦克的升级 还没有十分迫切的需求 再加上美军目前的艾布拉姆斯X型主战坦克 整体上来看还暂时停留在技术验证车的环节 其车体上的新技术可能会沿用 但也可能会继续改进 最终呈现出来的工程原型车 甚至量产车 跟目前的艾布拉姆斯X未必一样 对于当前的美陆军而言 更好的远程精确火力 下一代步兵战车 以及垂直起降直升机都比M1X更加重要 不过从现代各国的坦克发展来看 如今新坦克都冲着相控制雷达 电子观瞄和越来越多的通信设备去的 日后技术突破了 或许还会安装电磁炮或者激光武器 这些可都是耗电大户 想要搞定它们 或许坦克还需要像海军军舰一样 去开发综合电力系统 而通用动力的混动坦克也算是提前准备未来动力的供电系统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